我坦白說 陳情信朱雅虎給的人叫做蔡壁盧 蔡壁盧寫了手譽 叫副市長跟局長去處理 這些事情承認其實 完全沒有法律問題 連政治責任都沒有 有人陳情嘛 對 不要說他是一般人啊 這麼大的量體的陳情案 我交下去 我也沒叫你怎麼處理 好好處理就好啦 因為蔡壁盧不是決策者嘛 他承認轉交 其實 就結束了 還好 沒有責任 他不承認或者說忘了 還要提告 我個人認為蔡壁盧 至少我從現在目前已知道的部分 我待會講為什麼 他還在保護柯文哲 我覺得蔡壁盧 蔡姐 蔡姐人不壞 雖然Grace跟他不好 但是我必須要講 蔡壁盧 那個時候甚至於到現在 蔡壁盧對柯文哲 是有長期共識 主仆之間的情感的 他為什麼不承認 你知道我告訴你 美國在哪裡 在哪裡 他一旦承認 就會陷入你們剛才講的 劍首欲如劍正清零 蔡壁盧是市長是主任 這個市長是主任 就我了解 他要處理的政務 老闆一定要授權 否則他不敢處理 而且柯文哲常常以此自豪 狗啊 公女啊 就這樣來的啊 就說我沒有同意 你敢處理 所以蔡壁盧 他一旦承認了有這個東西 直接就跳過他 他沒事了 就跳到柯文哲說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要開的嘛 那我們就要看他開什麼 所以蔡壁盧到目前為止 至少他的否認 我會給他有情有義 這四個字 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法律政治 在幫柯文哲黨就對了 就不講 他其實是 他知道講的後續 因為他知道嘛 他轉達的 他下口喻的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第一個 你要看這個信 朱雅虎那封信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他的信的來源 朱雅虎的時候 我們都說 朱雅虎寫信給蔡壁盧 就他們兩個有 那是誰拿出來的 對不對 現在加上首譽 而且首譽那個筆跡 你們很快就畫圈圈 那幾個就是 你如果驗筆跡 看那幾個字就知道 真正的信的 上面有寫個 8月3號以後 約時間 然後 這邊簽的是8月1號 也就是收了朱雅虎的信 上面還加了註解 要約約8月3號以後 請問一下這個信 要不要丟給約時間的人 要 要讓他註解在幹嘛 所以 陳情信附上首譽 首譽簽8月1號 然後呢 陳情信上面還加 我註記8月3號以後 有丟給至少林青龍或林州民 所以 那這兩位有沒有去地檢署做過證 都有 都有 那所以這兩封信有沒有在調查中 答案出來了 在調查中 第二個 這個信 朱雅虎的信 其實他重點只有幾個 第一個 我要560% 我不管什麼12萬坪 我捐了30% 我買了這個 2400坪的土地 持有人已經換你台北市政府了 你為什麼還不給我560% 他要這個 第二個 林青龍說不怕了 靠他一定不會過 然後呢 林州民不在呢 事情不會成 然後那個副作 可能是指林青龍 我不知道 副作呢 被之前 李肅德案子嚇破膽了 要有政務官的手癒 他才會去處理 然後呢 他裡面還講個重要的是 你們如果真的要幫我解決這個事情的話 一定要約來一起開協調會 陳情仁還在教市府 你要幫我解決 就要聚在一起處理 表示有人承諾要解決了嘛 只是解決方法可能不得法 所以朱雅虎告訴說 你要幫忙態度良好 方法錯誤 我告訴你就接下手癒來改管 這個信裡面內容在講這個 那這個 這一個陳情信 在8月1號透過手癒交下去 那是2017年 2018年 剛才 東豪講說2018年 柯文哲要選連任 2018年還有一個重點 2018年 朱雅虎審慶金突破好龍兵障礙 560拿到了 560是法院 法院判 不用給的耶 我真的當議員 當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看過法院 破公家贏的 公家 這個政府敢放水的 沒有啦